在准备踏上写作这条道路之前 有几个问题你需要问问自己 以免半途而废 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写作 这个问题关系到你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多远 如果仅仅是因为看到了某某作品几百万几千万的稿费 自己又对文学丝毫不感兴趣 那么建议你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 如果没有对于文学的热爱 一时兴起是很难走下去的 第二个问题 你觉得写作容易吗 事实上写作无疑是一件令人掉头发的事情 纵如文学大师莫言也有写不出文的时候 看他那惊人的发量便可以略知一二 与此同时 你要准备好面临潜在的职业病 例如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等等 如果这个问题依旧没能让你退去 第三个问题 你觉得写小说赚钱吗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90%的作者都在温饱县挣扎 无数作者为了签约问题而痛苦不已 无数作者为了全勤而奋战到半夜 你只听到了看到了那些优秀的个例 却自动忽略了那些从未签约过的多数人 相信到这里已经劝退了很多人 然而如果这三个问题依旧没有让你放弃 那么告诉你写作为什么难 因为很多人不懂得写作方法 看过别人炒菜不一定能炒得出菜 降低菜的定义而做出的菜 很难让人吃得下 所以看过很多作品 如果不懂得写作技巧 依旧写不出作品 最后一个问题 写小说赚钱吗 商业社会遵循二八法则 那些没有读者的作家 全都是因为不懂得写作技巧 也从未认真学过 哪怕一节小说课 二与八的差异就在于方法 造飞机有造飞机的方法 开车有开车的方法 无论什么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本领 好了 问题说完了 认真考虑一下 你真的想要从事写作这个行业吗 并且此生未知奋斗吗 如果你准备好了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笔名 然后跟随脚步 咱们一起打开小说创作的大门 下节课我们讲一下 成为作者前需要了解哪些必备技能 前期的内容多为基础内容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 我希望你不要好高无援 巩固好基础 地基打好才能盖起高楼 如果你是一个老作者 可以根据标题选择学习内容 关注公众号子飞于课堂 音频文字版 写作辅助资料 优质付费课程 全在等你 明天见 未经许可不可不可ane 明天见